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一起关心这次总统蔡英文在出访中南美洲过境纽约时所发生的突发事件 这次蔡总统的出访行程公布后 很多的旅美台桥就自发性的动员前往饭店迎接总统的到来 同时间中共照例在官方交办下集结了一票中桥走路工 前往拉布条抗议 让我们看看以下画面 不能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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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明白 大家 back u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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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往的港桥与反共中桥很少会出现在与台湾有关的场合中 这次蔡总统所下榜的纽约军乐饭店 二楼急满准央准备迎接总统的旅美台桥 入口处反而被反共中桥给抢先了 两列排开 两列排开 举着以《台湾加油!反对一国两制》以及支持蔡总统歼灭共匪和反对中共渗透的标语 过去在中国的旅外侨民之间有着所谓的反共不反华 反共而不支持台独的普遍意识 这次听到的却是北京腔和广东腔的语调 撕喊着支持台湾独立 支持民主台湾 歼灭共匪等口号 台桥 中桥 港桥 这次团结在一起 共同批评一国两制 批评一党专制 批评中国没有民主 批评中共打压自由 香港反送中让他们从支持香港延伸到支持台湾 而且还不只是支持台湾 是直接支持台独 可能他们曾经也遭受到中共的政权迫害 被迫远离他乡 因而落脚纽约 但是今天他们愿意献身力挺 或许也是为了余波荡漾的香港反送中而来 这更代表着对中共政权最彻底的批判与否定 中共是铁板 但中国人民未必都是 也未必都像那位动手打人的挺共中桥 浑身上下带着浓厚 灼热的民族主义和党国教育 追求自由是人性 民主则是保障自由最有效的机制 中国内部当然也有民主派 也有自由派 不是全都支持全国全面性党 我们已经看到风向在转变 中共的暴政不得民心 每个人的心中自由公平 只要大家团结 中共必定垮台 华人一定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自由民主政权 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站 我们下次见 人民代表 回船 回船 导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